民進黨總統參選賴清德跟競選總幹事潘孟安 拉著屏東第二選區立委參選人徐富奎的手 衝刺選情 就在鴻海創辦人郭台銘投入 二零二次大選後 賴清德按照既定步調拼選戰 大力拉臺徐富奎選情 畢竟平南民進黨立委選戰 先前面臨換人選還有整合問題 而賴清德一整天從臺灣委到高雄 連跑六個行程爭取民眾支持 即便郭台銘參選再也大亂鬥 民進黨支持者嗨翻認為有利賴清德選情 但黨內高層不敢大意 特別下令要求黨公職不要鼓噪 更不要加入郭台銘連數行列 更有黨公職示警 加入連數 可能各自就會被送到國台辦 郭台銘拼連數綠營 冷處理 民進黨按照既定步調繼續跑行程 包含立委扶選工作 同時密切關注再也整合情勢 要在詭譎多變的2024大選中取得最後勝利